前年元朗721事件 6個男人否認暴動等的罪名 其中一人自辯說 當晚感到威脅 用棍保護自己 沒有打中任何人 8個被告分別被控前年7月21日 3月暴動和有意圖疑傷人等 其中2人已承認暴動罪 另外6個人否認控罪 被告吳偉南自辯時說 當晚11時多開車回家 經過西鐵元朗站附近 發現有救護車和很多人 以為發生交通意外 不知道站內發生甚麼事 又見到穿不同顏色衣服的人叫囂 附近英龍圍有一批村民和長者 遇遲泊車後走到英龍圍牌坊 當時有村民說這群人要進來拆池塘 吳偉南說擔心聚集的人 損害村內財產和傷害村民 想前叫他們離開 希望和平散去 他說當時村民手上沒有武器 聚集的人就手持長傘或長棍等 也有人推跌水馬 混亂中他被人用硬物打了一下 口鼻流血 幾乎跌倒 只有一個穿深色衣服的人拿著長者走近他 吳偉南說感到威脅 情急之下搶了支棍保護自己 承認曾揮動長棍和敲響水馬 但沒有打中人 他提到和另一個被告鄧懷心不相熟 否認當晚約了他 另一個被告黃英傑一方原定傳召一個證人 談及被告進入商場Yoho摩前的事 由於會涉及證人的店舖 便方申請庭上不讀出店舖名 以免日後受騷擾 又承認那間店曾經被標籤為藍店 法官員作文認為只是以店舖顏色 而不公開名基礎不足 加上審訊系公開駁回申請 證人最後放棄出庭作供 母親自知記者 陳偉師報道